慈祭在杭州举办三天的岁末祝福 共有457个人参加 志工努力介绍环保 希望更多人垃圾减亮 回收资源 新灯传递慈祭在大陆杭州的岁末祝福 形式上和其他场次没什么不同 但个人点滴在心头 慈祭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觉得很遥远的事情 觉得好像我们需要有了自己的事业 有了自己的就是说 一定的金钱地位之后再去做这种事情 但是其实不是的 就是说你可以有多大的力量 就贡献多大的力量 有多少时间就贡献多少时间 有这份心意 然后积极地去投身它 其实是最重要的 活在当下 付出在当下 2014年年底慈祭在杭州半山 环保刚起步 一年多过去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一年下来 大家先猜猜看 我们回收了多少塑料制品 又有多少纸板 能猜到吗 我们回收了778斤的塑料制品 4600多斤的纸板 其实我们这个小区不大 是一个新小区 只有400多货人家 有怨就有利 有所为 有所乐 岁末祝福 汇聚了众人的美好心愿 美善行动 带新闻 真善美志工 浙江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